超超有勁,苦苦生威 女人不補好而老,男人不補中快舞 想充滿力量就要靠法寶 都有的,50元湯包算不算 蛇,這樣有甚麼用 行血,暖暖胃 幾年前在香港大熱的馬卡 吃了據說令男人精神爽利 瞬間power up 只不過馬卡那股強烈的氣味 聞到都想掩著鼻子 所以不少男人都說No Way 近年有人發掘到 自然界有一種純天然 無添加無化學成分的植物 它更加令男人幸福充滿活力地說 它叫做雪櫻子 它更加有一個很偉大的稱號 就是植物偉哥 這個名字,男士一聽到 簡直當它如珠如寶 是嗎?有這種事,沒聽過 有興趣嘗試的… 有興趣嘗試 雪櫻子沒有 是蔬菜,聽說是有狀藥的效果 狀藥我不需要 是嗎?本身有這個功能 沒有,真的沒有 有否想嘗試一嘗 是蔬菜 是蔬菜 蔬菜也沒問題 民間很有趣,我形容是什麼 好像為歌菜,即是吃完會怎樣 你想想 只不過我們翻查過 中國著名藥點本草綱目 由面翻到底,又由底翻上去面 雪櫻子這個名字完全沒有出現過 所以我們去到各大藥房查究竟 你好,我想問這裡有雪櫻子賣嗎 沒有… 請問知道是什麼嗎? 不知道 有沒有聽過?沒有 你好,我想問這裡有雪櫻子賣嗎 沒有 請問知道是什麼嗎? 沒聽過 究竟植物偉哥只是傳說中一個灼頭 還是可遇不可求,有緣才碰到呢? 最後,我們終於在元朗一個地方 找到線索了 是不是這些?一般蔬菜而已 難道是那些? 沒想到,開股可以嗎? 這些就是雪櫻子 這些雪櫻子只有三十厘米 即是一呎左右高 不過顏色也很特別 呈現紫紅色 難道因為它是植物界中的偉哥 所以它致紅? 為何人稱它為植物偉哥? 因為它含植物激素 它跟人體激素很相似 所以叫它植物偉哥 一個女農夫 最初為何會選擇這種菜? 最初開農場的時候 我想選擇幾種 甚至乎更多的寶劍菜 來種 跟朋友談談中 說到這個雪櫻子 它含植物激素 對腎的功效很好,所以選擇它 要說說雪櫻子的故事 簡直是一坨布這麼長 而且還是多菜多難 雪櫻子最初叫做皇帝菜 只在皇宮裡才可以種植 據說不少皇帝幾乎日日食 那麼喉宮皆裡三千日又凍燈 夜又點燈 不靠它寶寶點得點 後來吳三貴引清兵入關 據說它認為雪櫻子可以令夫妻奸如如得水 所以它偷偷帶出皇宮種植 去到文化大革命 雪櫻子被人發現內有激素 慘被定為是淫菜 結果有人誓要將它連根拔起 滅子滅孫 幸好它命不該絕 輾轉又流入民間 在中藥裡 我們很少用偉哥菜 即是雪櫻子 但是在民間上 曾經很刺繩 吃完的效果 就像會提升性能力 其實是天然的激素 我相信很多人都關心 這種雪櫻子有什麼吃法 生吃, 你試試, 自己撕一個 生吃? 對 就這樣撕來吃? 對 嘗嘗 挺爽的 跟平時的沙律菜都差不多 我覺得這個可以接受 除了生吃之外 還有其他更好的吃法嗎? 當然有 我們中室吃法有兩種吃法 清炒也很好吃 清炒? 對, 嘗嘗 好 放一點酒, 搶一搶火 讓火更猛烈 要加一點水 它的醬汁會比較容易出色 這個顏色很漂亮 對 有點像紅菜頭的顏色 對, 這是很健康的氨基酸 第二個做法要怎麼做呢? 滾湯 現在的蜆子打開了 鮮味就出來了 我們就可以放雪櫻子下去了 這碗就是為雪櫻子滾蜆湯 顏色很鮮明, 一片紫紅色 那究竟吃了雪櫻子 是不是真的充滿力量 藍色荷爾蒙大增呢? 好, 先嘗嘗炒菜 好 我覺得挺好吃 跟平時吃的菜差不多 但有另一種植物的味道在裡面 對 但還是很好吃 我覺得很獨特 對, 很獨特, 有香味 先嘗嘗湯 好, 有清甜鮮甜的味道 這個很好吃 我看到菜好像已經沒有紅色 對, 本身菜的紅色 已經加了湯 即精華已經加了湯 所以現在喝湯比較好 對 說真的, 剛才吃了幾柱菜 可能半碟 喝了幾口湯 我現在覺得胃有點暖 即是人也有點暖 這麼快? 喝兩口已經暖暖暖 那多喝點就簡直什麼都行 Pion, 喝兩口不行 喝完整碗去 整碗喝 好 很暖 真心覺得很暖 這個人很有溫暖的感覺 耳朵紅嗎?我不知道 真的嗎? 有些時候覺得興奮 Flora, 你有沒有試過 讓你老公喝 或煮這些菜給老公吃? 這些是整家人喝的 即是每個人都會喝 每個人都會吃 對…沒問題 這些是保健菜 是否要長期喝或吃這個菜 才會有效呢? 當然 你以為真是神仙藥嗎? 對嗎? 不過進補又好 或者保健菜是長期吃的 功效一定會有很多 正常如果指定要這款菜 都是男士的多 如何安全食用呢? 最重要是 可能當作蔬菜炒 一個人吃四、兩、半斤 都沒問題的一頓 而且千萬不要濃縮 我將一斤的菜 熬成一碗汁喝 或者我們將一斤的菜 每天都吃一斤 每餐都吃一斤 這樣就對身體有害 雪櫻子是否真的這麼補 信則有, 不信則無 不過它始終都有一定的營養 所以試還是不試 就看你自己有沒有這樣的需要 雪櫻子其實是一個 比較營養豐富的植物 其實含有 有不同的維他命、硬物質 以及抗氧化營養素 都非常豐富 也有豐富的植物荷爾蒙 在激素裡面 其實這些是什麼呢? 聽起來不像激素 會不會是很科學、很化學化 對上人體不好的東西 其實是不會的 是很自然的 幫助我們去調節 我們身體裡面的荷爾蒙生產 其實荷爾蒙的基本結構 很多時候都會像膽固順量的物質 不過就不用擔心 不是一些不健康的物質 是一些正常會有的東西 而雪櫻子裡面的成分 就可以幫助我們提供這些物質 去製造多一點的荷爾蒙 包括男性荷爾蒙 也有幫助 其實我說, 男士想有朝氣 不僅靠吃什麼什麼才行 最重要的是每天做運動 這樣就自然夠厲害了 好耶 好耶